大家好,我是依禅 今天依禅想跟大家聊聊 谢谢你爱我 师父说 每一份安然无恙的背后 都有人在默默无闻地为你付出和操心 真正爱你的人 也许不会说很多爱你的话 却一定会做很多爱你的事 一起走过了岁月 携手度过了风雨 想大声地说一句 爱我的人,谢谢你 世上每份爱都是自私的 只有家人的爱是本能的 谢谢你陪我长大的家人 是你教我迈出人生的第一步 是你为我抵挡风雨 护我周全 谢谢你爱我如生命 没有太多的甜言蜜语 却悄悄做了很多爱我的事情 用尽全力 不离不弃 最难忘的感情 是虽然不常想起 却永远不会忘记 谢谢你 伴我左右的朋友 是你在我觉得自己不行的时候 告诉我 你可以 是你在我一无所有的时候 尽力为我撑腰骨尽 你懂我笑意中的欲言又止 也等我悲伤里的词不达意 因为有你 不会孤独 与你同行 未来可期 人这辈子 遇见自己爱的人不容易 遇见爱自己的人是福气 谢谢你 百般呵护我的爱人 是你在我脆弱时拥我入怀 是你教会我爱与被爱 谢谢你愿意包容我的小性子 配合我的小习惯 前半生许我满心欢喜 后半生有功夫白头 不管前路有多苦 只要你在 就是幸福 爱我的人 谢谢你 是你让这个未必温情的世界 始终散发着温暖的光芒 你是我来路的勇气 也是我归程的眷恋 愿时光冲不散你我 一路同行 又不分离 我是依禅 喜欢我的话 别忘了分享哦 每晚八点 我在这里等你 希望依禅的话 能给你带来一些温暖 与平静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